好观众朋友 美国总统大选呢 总统当选人川普呢 一连串的人事发布 引发外界关注同时呢 在昨天呢 跟新内阁人选呢 在昨天在11月17号 他前往纽约麦德逊花园广场呢 进行了这项什么呢 他观赏这个终极格斗的 冠军赛的重量级之战 哇他入场的时候呢 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 你看满坑满谷的人 从外电画面当中 我们看终极格斗的冠军赛当中 因为参与的人数实在是盛况空闲 这个主席怀特跟主要的赛事开始之前呢 带领这个川普进入这个场馆呢 他是川普竞选时期的重要的支持者 所以呢 我们看到川普进入这个场馆之后 跟里面的人员非常的拥抱啦 那么在这个宣闹的音乐声中进场时 还不时对观众来挥手致意 很多的观众也向他打招呼 他在现场观看了五场比赛 一直到今天凌晨呢 1点30分才离开 当然川普呢他宣布 这个人事发布当中最新的 他宣布是由年纪27岁 就竞选团队的新闻秘书呢 李维特 他来出任了白宫新闻秘书 这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 川普当然在这个声明当中 他称赞这个李维特很聪明 很坚韧 是一位极具有说服力的沟通者 他也说呢 对李维特的未来 在这个职位当中的表现 他充满现金 也认为他在过去的竞选团队当中 表现十分的出色 相信未来未来 可以有能力去传递政府的讯息 有效的传递讯息给所有的老百姓 当然李维特他是新寒布夏州人 在大学主修传播与政治 在学校期间也曾经在福斯新闻 跟川普的白宫新闻办公室 那么实习过 2020年也曾经的透露这些经历 让他一次经见了世界新闻 也促使他决定从事新闻业的主要的原因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极右派的前联邦众议员盖茨 他这个人事案当中 引发外界非常重大的一个关注 川普提名他担任司法部部长 他一直到13号 还因为涉嫌性骚扰跟违法使用毒品 遭到美国国会进行调查 那么另外一个引发大家关注的 除了前司法部部长之外 还有就是国防部长了 国防部长的川普的提名人群 也是曾经担任过福斯新闻台节目的主持人 他是赫格赛斯 皮特赫格赛斯来担任国防部长 他因为没有曾管理过大型组织 但是他非常丰富的一个军方背景里头 现在要执掌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军队 引发外界的关注 你也看到就是说 来自于加州蒙特瑞警方正式 他们曾经调查过 现在要被提名为国防部长的赫格赛斯 曾经涉及到一个所谓的性侵害案件 不过这个事发时间是在7年前2017年 在这一家饭店里头 我们看到因为有受害者说 他受到了性侵害 现在华盛顿邮报的相关的媒体报道说 这个新任的国防部长有三次婚姻记录 即使这些个人的部分 包括2009年跟第一任妻子离婚 原因是婚姻破裂 导致无可挽回跟不重的情形 包括跟第二任妻子在2017年9月肃请离婚 而他当年的8月 跟一名福斯新闻的制作人 生下一个孩子 两任之后进行结婚 好那因为 因为这些争议性的事件 让川普这些人事的命令的过程里头 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会觉得非他们不可吗 非他们不可吗 另外疫苗怀疑论者呢 小罗伯甘乃迪 哇你知道吗 他过去对于这个vaccine 这种疫苗 他是持比较保留的看法 他现在被提名为卫生部部长 那另外一个遭到指控散布俄罗斯政治宣传的阴谋论者呢 加巴德 他获选是国家情报总监 这些人事的命令 应该怎么样的看 包括了总统大选在进入落幕之后 川普重返白宫的2.0 在对内的政局跟对外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呈现的发展 我们把镜头交给时事评论家 由桑普来为我们进行解读 桑普交给你咯 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小军台湾Plus 今天讲讲美国大选之后 川普团队的形成的那个情况 那我看到是有生以来 应该是有史以来 美国最强的抗中团队 应该是从来没有过 就算雷根时代是对付苏联的 但是你看到抗拒中共 抗拒中国 是第一次有这么强的权权团队 川普的第一任没有 拜登刚刚思念更加没有 拜登当时财政部长耶伦 或者说那个气候变迁大使 那个凯利 基本上跟中国的过程甚密 更不用说 既竞争又合作 管控分歧 那个避免误判 设置忽然这一种 我觉得是衰竞的模式 这种情况来讲 在川普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们以前讲到的 3D策略 Deter Defend Defeat 贺阻 协防 击败 好 那这个是 那个3D的策略 是对于中共 完全不一样 那贺阻能有效 就不会协防 跟也不用那个 也没有战争嘛 就不会说击败的问题 但如果能战 如果要战 就能战 这是非常重要 最近那个 刚刚过去礼拜六 11月16号 是那个 秘鲁 立马 有一个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峰会 APEC的峰会 那台湾也派出代表 以中华台北 这个非常 那个 那个 不完美的一个名称呢 去那个 代表 而且我们代表是 林信义 即便我们总统 跟副总统 都没办法去 那 那个香港特首李家超 还有习近平 那个中国的 那个领袖 也去到那个地方 那他们当中最重要的 当然是拜登 在他卸任前 进入到过渡政府阶段 怎么去对待习近平 怎么跟习近平讲话 那 大家看得到 那个完全没有 脱离大家的预期 反而在大合照的时候 拜登是站在 右上角 那个边边的地方 让人觉得是 示弱的表现 那 你看得到 习近平跟拜登讲的话 都不是对对方讲的 对谁讲的 对川普讲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们只是过客 始终 是川普 在明年 1月20号 就成为 美国的总统 因此呢 习近平是画下什么 四条红线 台湾问题 民主人权 道路 道路制度 跟发展权力 四条红线 要美国遵守 各位 如果美国的实力在这里 中共的实力在这里 你这个人 不知量力 不知好歹 还画红线 给美国遵守 这什么概念 是愚蠢的概念吗 川普会遵守 你的那些红线吗 在共产党眼中 他从来不守 自己的红线的 一国两制 对于西藏 对香港 都是如此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以前一个脸 现在一个脸 所以跟你讲 这些事情完全没有 这个相信共产党的 任何的可能性 红线 底线 通通跟放屁 没有分别 那他讲的是什么 分裂 一个相互一纯 一纯的世界 是历史的倒退 就说 川普 你不要搞分裂 你要跟我合作 不要给我 百分之六十的关税 各位 你这样喊 川普就说 对 我不给你关税 有可能吗 所以习近平 只是留下一个历史的印记 他反对过的意思 但除了这个 微弱的力量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甚至他说 那个 四个没有变 说那个 致力于中美关系的 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的目标 没有变 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处理美中关系的原则 没有变 建立维护自身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 没有变 更续中美人民 传统友谊的愿望 没有变 讲这些东西 都是假 大 空 废 的语言 毫无任何意义 那划定了所有红线 都基本上是 不足 不足为道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中国驻美大使 谢峰呢 也讲一些软绵绵的话 来缓回一下 这是共产党的黑白脸 白脸的谢峰就说 愿于美国 做伙伴 做朋友 对抗 只会导致 大的动荡 大分裂 跟大灾难 所以他也知道 动荡 灾难 跟分裂 接踵而至 即将到来 你避也没办法避 你看最近那个 无差别杀人案件 在广州 在珠海 在江苏的疑星 都是发生 那你看到 郑州 夜起 那个开封 或者步行到开封 人民的声音 已经开始耐不住 虽然没有打出 那个 那个打倒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但是他们讲出 对于生活 无奈的一种想法 对于宪政权的不满 很明显 民变 政变 兵变的可能性 与日俱增 可以看得到 这个也是 他不得不防范的一个焦点 那既然这样子 那川普怎么办呢 川普良扮 不管你 第一个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我也还没有上任 这是拜登跟你讲的事情 所以当 那个刚刚讲到 台湾的代表 林信义 能够邀请 那个 那个 拜登 能够 到台湾来 那我就觉得说 第一个 他在任总统的时候 当然不会 到台湾来 他卸任总统之后 到台湾来 你有一个前提 是川普特使的身份才可能 川普会授予拜登特使的身份 来台湾吗 就好像 我举个 以前出现过的例子 比如蔡英文 找那个宋楚瑜 去APEC 对不对 或者去其他的峰会 那虽然不同政党 也不同的颜色 但是也有授权 才可能嘛 如果你只见一个前总统 是现在执政者的敌对的政党 的领袖 你想想看 看在川普团队眼里 是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 所以我觉得这是客气话 都与真的 你真心诚意 希望他到台湾来吧 不管如何 这是台湾能做的事情吗 我觉得现在台湾重点要招待 要去面对的 并不是习近平 也不是拜登 是川普团队 那川普团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很值得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是卢比欧 那个是对于台湾 香港非常关注的一位 那个联邦参议员 他从波罗里达州参议员 就提升成为联邦的国务卿 国务卿就是美国的外交部长 而且因为香港跟维吾尔的事情 两次 而且是重叠的 被中共制裁 那就问题好笑了 川普任命卢比欧 摆明就是中国看不起 也被制裁的人 请问你中国的所有的元首官员 从习近平到王毅外交官 要不要见卢比欧 你见要不要通弃他 逮捕他 抓捕他 那你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不要解除你的制裁 你解除你的制裁 你的颜面何存 你的标准何在 你不解除你的制裁 你怎么样跟卢比欧来见面 一见面 卢比欧说 你要不要解除我的制裁 不见面 加你100%的关税 你怎么能够说别的话呢 你再制裁 再加100% 谁失利 谁得利 很清楚吗 所以卢比欧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也是推动 台湾关系强化法案 也是推动台湾驻美代表的 重要的法律 另外一个重点是 国家安全顾问 华尔兹 他是一个 大家看过他一本书 叫做Hot Truths 就是残酷正向 他曾经在 这本书一开始 我记得他讲一个故事的 就他曾经当 美国的绿扁帽的 一个其中的队长 前面一个大头兵 就说前面 塔利班的地方 有个小孩子 正在好像 绑着很多炸弹 想冲过来 有个小孩子 那问这一位 瓦尔兹 要不要击杀他 Sniper 就是追击手 把他射死 射死 瓦尔兹就想了一下 说不要 OK 就没有射杀那个孩子 最后发觉这个判断是对的 因为第二天 这塔利班 这些凶残的恐怖分子 就把这个小孩子 吊死 死的原因是因为说 这小孩子 不敢 不愿意执行 塔利班给他的命令 所以看到 一个人 在关键时刻 做的决定 是多么的重要 也是看得到 川普这么看重这个人 是在临危不乱 不会因为说 大家的气氛 都要杀的时候 你就杀红了眼去杀 没有搞清楚 当时的实际状况 所以这个绿扁帽的 特种部队 他当之无愧 曾经在那个 阿富汗中东非洲服役 这个叫Mike Wals 希望大家注意 而且他强烈反中 捍卫亚太 也是对台军售 有Tiger小组 召集人来做 他是过去一年里面 在国会里面 众议院里面 强调对台湾军售 要纠正他的品项 品质 数量 还有交付的时间 所以有改善 但希望那个改善 能够持续 能够进行 另外一位是国防部长 就是Pete Hexeth 赫格赛斯 这一位被指控 有性侵犯的一个人 当然是现在被传言当中 是真是假 要有待调查 不是人家传说 你有那个性交易 或者性侵犯 或者那个性绑架等等 你就等于说 一定有 这个当然对他是 非常大的重伤 但是他是非常strong and smart 美国人很着重 要强大 而且要聪明 美国优先很重要 用组合来警告敌人 绝不退缩 原则问题上绝不退缩 他也是军人出身 所以你看这一次川普用的人 就很重的军人角色 我常讲 川普七层军人性格 三层商人性格 而不是一般人说的 都是一个商人而已 绝对不是 你看他用的军人 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的人 他曾经常住在阿富汗 伊拉克 跟古巴的关塔塔摩监狱 他最近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中国的领袖非常有野心 但美国要应付这么多级的世界 太忙了 那美国在兵器推演上面 也输给中国很多次 差不多全盘皆输 而且他要提防一个重点 我们有十几个不同的航母舰队 但中共只要花二十分钟 有十五枚的超音速导弹 就可以把十个不同的舰队 全部见面 美国能不防范吗 能不防范别人的 不对称作战的能力吗 你有多大的舰队 都敌不过英美的导弹 导弹的金钱 军费相当低 你的舰队 每一年有多少的钱去维护 不代表说我们不要舰队 而是说我们有没有真的错事 能够反制中共的威胁 所以他也是质疑 美国要不要打一些无谓的战争 还是说要把真的注意力 放在最头号的敌人上面 捍卫美国的核心意义 刚好台湾就是美国要捍卫的核心意义 所以这位Hexef 抗中保台 毫无疑问 而且他对于美国军队方面的缺点 遥入之长 他也会积极改善 当然在这个以外 有个政府效率部长 这个政府效率部 并不是现在政府机构的一员 他只是挂靠在外面 在政府之外 全部是无几职 全部是免费的 最近马斯克成为了这一个政府效率部 Doge的一个首长 他也跟Vivik Ramsemi 就同时成为首长 那他也说 每个人要在这边招聘 你要非常聪明 而且呢 每个礼拜要工作八十个小时 八十小时 而且零薪水 你就愿意就来吧 我在收的这么多的CV里面 只挑百分之一最好的 才来去面试 这是非常花下海口 但这个重点是要把联邦的 政府的支出 砍两兆 两兆我没有说错 两万亿美元 所以有很多的部门跟人员有猜测 希望形成一个小而美的战略政府 而且这个组织 会在2026年7月4号 美国独立宣言 250周年当天解散 因为当天理当成了一个小 而更有效率的政府 而这些人 不需要通过参议院 或者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那个审查 因为他们不是政府的成员之一 避免人家说 马斯克是一个商家 你是图利那个商家 没有 无几职 没有钱了 这是重点 而且大家看到 Dorge这个名字 也跟他现在狗狗币的名字 那个是加密货币 他是非常类似的 是给他脸跟面 但是川普根本没有授予他实权 这个组织只是一个资讯 资讯委员会的角色 而不是掌握实权的一个组织 另外你也知道 无论是国土安全部的诺姆 是南卡州 南达科他州 South Dakota州的州长 Christine Noem 他也成为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而且非常强调边境的安全 另外一个北达科他州 北达科他州 就是North Carolina的那个州长 也是被任命为内政部长 他就是Duck Bergen 伯根 所以两个州长都被调到联邦去 当部长了 能源部长也提拔那Chris Wright 是一位很重要的 自由能源公司的CEO 强调要好好把页岩油开采 让美国成为能源独立的国家 卫生部长当然是RFK Jr 就是小罗伯根的干乃迪 但着重对于那些疫苗的问题 或者说药物的问题 食物添加剂的问题 非常的着重 那这个卫生部长下面有疾控中心 也有这个食品及药物的监督部门 所以这个卫生部长任重道远 那现在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还没有真的最后的财政部长 跟经济部长出炉 那我们以后再来看待有关的事情 那国家情报首长 John Ratcliffe也是非常的抗中保美 那就算美国驻联合国的一个大使 那现在不是Nicki Haley了 不是海莉了 是一个叫史蒂芬尼克的一位女生 Elyse Stephanik 她也是非常跟台湾关系要好 是国会台湾的挺台的连线的重要人物 也是在前年公开支持武装台湾 也在今年9月主导推动反制中共无人机的法案 把中国大疆等军民两用企业的列进去制裁的名单 所以你看到从头到尾 整个内阁 我记得是大概26个人左右吧 那现在已经有名指的 包括比如说驻以色列的大使 Mike Huckabee 那如果大家看过福斯新闻 她常常在做节目的 她的女儿就是Sara Sanders Huckabee 是阿肯色州的那个州长 现在Mike Huckabee是前州长 他阿肯色州的州长是做了很久了 我记得1996到2007年做 那现在当驻以色列大使 所以每一个用的人都是非常有track record 而且有两个人一定要讲得非常清楚 我称之为青硬派 青硬派是什么意思 青壮的硬派 两个都在白宫做事 一个呢 我们称之为这个Levitt Caroline Levitt 李维特 她是个27岁的女生 我也真的是很期待 有一天台湾可以运用这些人 来成为政府的要角 可能成为总统府的发言人 那这个是白宫的发言人 这是白宫的新闻秘书 就负责公开开记者会上面 由Levitt来对待全部人回答问题 那现在那个Carine Sean Pierre 就拜登用了这个 就是一定会下庄嘛 那之后下一任就是这一位 李维特来当 所以非常的厉害 他是福斯新闻的主播 也是口才非常好 另外一位呢 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也非常有趣的 我常说他是格斗选手 他整个全身都是肌肉 而且是很会能言善道 而且能打 脑筋非常灵活 诡计多端 比方说麦当劳 去坐半天 去那个 比方说那个垃圾车 那些造势的那个点子 很多都是跟这个 Steven Jones有关 这个好像是广东裔 或者华裔的一位美国人 从1620到现在 都跟随那个川普的那个竞选团队 非常的努力 而且点子超多 而且非常有忠诚 所以这一位 Steven Jones 就是张正熙 将会成为白宫联络室主任 所以一位李维特 白宫新闻的那个秘书 一个是白宫联络室主任 这个张正熙成为两个年轻 一女一男 成为年轻的一个 那个先锋 成为川普政府非常重要的人物 当然要通过这些人物 要过参议院 要参议院confirm 确认 确认就同意了 那参议院现在53位 那个共和党级的参议员 47位民主党级的参议员 那参议院现在选出的 那个多数党的领袖 就是John Dune 除恩 有点建制派 未必是川普一脉 那会不会影响得到 那个参议员会有过半数 通过那个川普的任命呢 那我们要有待 那个未来去发掘 但有一个重点是 川普想启动一个 recess appointment 就是修会任命的方式 就是不用开大会 我们在内部瞧好 就是这个 就不用再挪到 这个大会上面来讨论 就是共和党内部 能够形成多数的共识 然后成为整个53人的共识 来去看待 那这个情况呢 能不能够做得到 也要取决于John Dune 就是新任的那个 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就是图恩 怎么样去看待有关的事情 那尤其现在丑闻案 针对Matt Gates司法部长 针对这个国防部长 这个Pete Hexer 那这两个情况 会不会发销 成为非常大的丑闻 让参议员不喜欢他呢 这个有可能 OK 但两位都是非常忠诚于国家 也是有非常强大的 那个履历可以验证的 那如果真的有密度 或者有性侵犯 当然不能够认命 但是这个要讲证据 我看到有关的报导 这两位人兄 都以前曾经被抓过 调查过 最后也没有证据起诉 现在呢 有当高官的可能性了 一个当国防部长 一个当司法部长 那很多讨厌你的人 就开始挖以前的东西 再重新掉出来看 但你记得当时 已经不起诉了 那为什么现在 有新的事证来证明吗 这个真的假的 我们都要好好去看待 不要轻易相信一些媒体的说 他们有性骚扰 性侵犯的过去 就信以为真 我们都意义去 移中留情 而且用证据来说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台湾怎么应付呢 我在另外的媒体 有一篇文章都讲过 军售的金额大幅提高 关税要给就给 防范通膨的风险 晶片有部分的制造环节 应该要产业转移到美国去 保证美国供应链的安全 也守护台湾独特的价值 对于美国加中国关税60% 台湾也要跟 不能够不加中国关税 否则很可能被习产地 成为第三地跳板 跳板到美国去 这个是美国绝不乐见 第五个 买美国的石油 美国的石油会越来越便宜 只要库存增加 市出在那个市场上也增加 我相信越来越多好的石油 便宜的石油 会值得台湾购买 那现在台湾购买石油的 第一第二大的国家 是沙吴地阿拉伯跟科威特 美国排第三 只有两成的石油从美国买 可能以后大幅提升到 四成五成有可能 第六个更重要的 台湾的外交团队 不应该偏重于知左派 也应该有知右派 也对于美国的右派的 整个的思想脉络 人际关系 川普主义 保守主义 甚至我讲过的 那个从汉米尔顿 威尔顿 一直到杰伯逊 杰克逊 还有那个 麦尽利等等总统的想法 重新的思考一下 要怎么样去看待 未来川普的施政的方略 他绝对不是不可测 而是没有人真的 好好了解川普的思想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好好的去掌握 局势会有非常大的变动 关税 抗中 还有各方面的影响 军售等等影响 台湾要硬起来 要跟以色列一样 军费大幅提高 否则 怎么能够说服人家保障自己呢 我们国内 有这么多的忧患 中国党的影子 这么多 我们要在观念上 要完全要传递给更多的人 让大家知道 台湾最大的问题 是内部的问题 美国会越来越支持台湾 不像有些人说 川普当选 台湾完了 没有这回事 反而川普会更支持台湾 不会因为说 保护费这几个字 伤了大家的玻璃心 而不支持台湾 不会 会力挺台湾 而且看台湾 要不要力挺自己 好 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一次有机会 再谈其他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